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中国是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 在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 在台湾北部的东海海域 划设了船只近航区 导致渔民还有航港运输都受到了影响 而不少渔会也有提前广播 提醒渔民要避开 不过在今天上午 海巡人员还是侦测到了三艘渔船 在近航区内航行 基隆渔会的电台人员立刻打电话 劝离 避免意外发声 中国长征4号以运载火箭划反升空 16号上午9点36分 中国发射全新气象卫星 白色火箭升空还伴随部分残骸 从高空掉落 而这个航太活动 让台湾海空域遭中方划设禁航区 长达6小时的海域禁航 更让运输和渔民受到不少影响 接获通报 我国渔船出现在中国发布的禁止航行区域 信用区渔会 渔业电台人员不敢大意 赶紧联络渔船搜索公司 电台人员战战兢兢 拨电话联系的手没听过 就是要避免我国渔船再开路进航区 中国已从事航太活动 可能由火箭残骸坠落为由 16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 与台湾北部东海海域划设船只进航区 就怕危害渔民安全各大渔会积极广播宣导 不过16号一早 海巡人员却在禁航区里 发现三艘渔船赶紧通知眷离 海域禁航不仅影响渔民作业 商船户人更可能有塞港疑虑 不过相关单位也积极做好准备 确保民众安全避免意外发生 谢谢蔡志恒 金融报道